水質清澈的二峰鎮 水的來源透過地下驗蹄 截取林邊溪上游的浮流溪水 由地下水道引流經過 萊衣鄉內多個部落 密密麻麻的抽水管線 可以看出二峰鎮是居民 相當依賴的民生跟灌溉用水 但對照兩年前的畫面 水量明顯減少五成以上 居民認為地下驗蹄毀損 是主要原因 重點是因為水廊道 它的地下驗蹄沒有修復 沒有重新修建的時候 我們的水會越來越少 這個是我們部落的擔憂 而每一個部落的都問我說 我們的水什麼時候修 什麼時候修 我說我怎麼知道 上面的一講說有錢有錢 有錢也不趕快做 再過幾個月雨季又到了 又不能做了 過去就算遇到旱季 水鎮的水量也不曾像今年一樣 嚴重短掃 未在河床下的地下驗蹄裸露在外 居民認為罪魁禍首就是前幾年的台風跟蘇浚工程 可能破壞水源廊道內的取水設施 縣府曾經承諾協助修復 卻遲遲沒有動工 縣府這邊已經有籌到經費1500萬 那這1500萬也包括我們的那個勞務的測量設計 跟未來的一個工程的 是做了一個工程的費用 我們會利用這今年的三半年期間 會來進行試挖 因為二峰峻本身它也是一個文化資產 所以這部分我們要特別的謹慎 在試挖的同時的部分 我們會將整個它的斷面的情形 還有設計的情形 整個會來做一個階段性的 把它一個完成性 會在那個遜期過後的時間點 我們滑水期的時間點到時候 我們工程的部分再來進行一個試作 二峰峻是日治時期建蓋的著名工程 有93年歷史 不但是沿線部落居民重要的民生用水 也是來一鄉生態導覽重要景觀 居民擔心如果不盡早修復 雨季來臨可能會讓損壞程度更加嚴重 有可能讓二級古蹟的二峰峻 就持走入歷史 記者歌手屏東來以採訪報導